李立群发澄清视频后 儿子连忙注销账号 女儿举报爱国网红 近日 台星李立群再度卷入舆论漩涡 面对网友质疑 李立群在线发布澄清视频 只是网评反馈并不买账 与此同时 李立群的一对子女也在用实际行动 暗中历称老爸 这些暗操作再度将李立群推上风口浪尖 在澄清视频中 李立群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基本立场 她先是回应了网络上流传的截图 否认儿子是截图中的主角 让大家不要相信那些留言 随后又一字一句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并承诺永远不变 对于李立群的这次表态 网友们的观点各有不同 有些人认为应当地饶人处且饶人 不应多多逼人 毕竟李立群已经明确表态 大家已经更加包容 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爱国艺人 更多的网友则坚持己见 认为李立群主动澄清的举动 并非出于自愿 而是受到片方的压力 毕竟李立群在反台之前 在内地拍摄多部影视剧 除了一部已经上线以外 其余影片基本还处于未上映状态 而且在其中几部影片中 李立群还处于主演的位置 估计她的角色戏份应该不少 本来相安无事 可是在疑似其子的争议言论被爆出之后 这些片子可能要面临着难以见光的命运 就在网友围观李立群澄清视频的过程中 她的一对子女也在默默发力 试图尽量挽回人设翻车的损失 比如那个疑似妻子李源泰的社交账号 在舆论发酵之后 对方便紧忙注销账号 尽管李源泰希望用注销账号的方式 来掩盖以往的痕迹 悄悄地配合老父亲进行澄清 可惜的是 火眼睛睛的网友早已发现了其中的诸多细节 证明该账号确实属于李源泰 由网友曝光该平台属于一个二次元风格的社交平台 李源泰的这个账号已经注册多年 一共发文2000多篇 平常经常和网友进行各种互动 争议言论只是其中的一条 如果是临时假冒本人的话 很难潜伏如此之久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账号中曾经发布过本人的多张照片 对比一看 正是李源泰在不同阶段的状态 诸多细节分明指向该名发文者正是李源泰本人 除了李源泰默默行动以外 李立群的女儿李源源也在暗戳戳处理这一波争议 在风波发生之后 李源源就实名举报了一名经常分享爱国内容的网红 同时 这位网红也曾是玩台湾省艺人 他曾发视频抨击李立群是影帝 双面人又不是才开始 暗示李立群早已是双面人 这名网红就遭到了举报 他最新发布的视频中 直接曝光此事 表明举报他的人正是李源源 也有网友认为李源源此举 是在维护自己在内地的演艺事业 毕竟他借着老父亲的地位 参演了不少内地影视剧 如今随着事件发酵 他的事业发展也可能因此受到阻碍 虽然李立群风波引发争议 特别是他子女的种种言行 非但没有正面回应言论 而是暗戳戳地进行各种操作 难免引发网友的质疑 希望这些艺人可以踏实为人 不要一心向前 否则早晚会被大众识破 事业彻底凉凉 都是成年人了 针对个人 不能搞连作